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千船巨炮已经无法满足多国军队的战略需求 开始出现运载能力更强 续航能力更长的大型海上战略平台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航空母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现代航母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 这种具有极高技术含量和资金需求的 大型海上项目 根本不是普通国家能够完成的 全球也只有美国做到 拥有11艘大型核动力航母 极大的军事优势 使其在海湾战争中一战成名 试图获取世界霸主的地位 同时呢 凭借这种超强的军事领先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妄为 搅乱他国内政 导致局部冲突的发生 通过这种手段来收割各方利益 美国目前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首舰 研制费用超百亿美元 比一些小国家的国民年收入总和还要高 因此只有部分财力雄厚的国家 才会自主研制航母 更多国家海军选择购买二手航母 节省开支充实国家军事实力 不仅是航母本体和舰载机造价高 它上面的其他配套设施造价也非常昂贵 而且很多都只是用于航母属于典型的颜值难度高 颜值价值低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航母甲板牵引车 这么一辆平平无奇的小拖车 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造价却抵得上一部世界顶级跑车 主要负责牵引舰载机搬运货物 可当年美国为研发它前后投入几亿美元 使用顶级制造工艺 保证此时的安全措施和质量都处于极高的等级 防止各种意外的发生 这种车的特点就是体型小 底盘低 动力强劲 才能带动起飞重量 至少十几吨的舰载机 各国航母经常要出海执行任务 随对出发的牵引车 就必须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 例如高温 冰冻 以及海水腐蚀 对于车体使用的材质有很高要求 目前只有中美拥有制造航母牵引车的能力 其他几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只能依赖进口 印度海军 去为他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这种价格贵 需求量又小的航母辅助设备 在印度海军看来可有可恶 可作为航母又不能切少 于是想出 用造价低成本低的拖拉机 代替航母牵引车 在航母上牵引舰载机行动 最惊人的想法 经过印度海军的多年实践检验 十分好用 误打误撞 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最复杂的问题 这让坐等出口的美军略显尴尬